特殊时期特效药 印度防药不一定有疗效 虽然受法律保护 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 熟悉的配方 价格却打骨折 但是用原料直接做成片 药物数据错误率高达一半 印度的防治药究竟是个什么水平 有的疗效好在初期 有的却在半路发生变震 印度的防治药又是为什么会出现 良有不济的情况 那么话不多说 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 来嘿嘿印度混沌物坎的防治药行业 千虎万化石出来 特效药终于有了招牌 12月13日 一家药网旗下的互联网医院 开始售卖辉辉瑞旗下的 疫情特效药 PASOV 每盒的定价是29008 比医保采购价贵了2300 虽然紧接着这个网站上的 这项服务就已经下线了 但是特殊时期 人们对于这种药物的关心程度 丝毫不压于黄道罐的 既然正品留不住 那就直接替身文学 万万类心 印度的防治药 它再一次的进入了大众的眼帘 据悉现在印度的防治药 PAMOV和PASOV 已经开始有专属代购了 咱说这防治药的速度 还得是你印度 印度制造防治药的能力 看过我不是药 谁呢 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都知道 防治药并不是散寨药 虽然菲尔普斯专用散寨防水机很有 但是搞散寨药 一个不小心 是要出大事情的 不过它与同样是防治的原原药 还不一样 原原药呢 是专利保护器到了的 由正规乙药公司生产的 正版专利药 相当于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 但是因为不用交专利费 所以价格直接打骨折 防治药是品牌药的专利到期以后 合法防治的廉价药 很明显 印度这次的防治药 并没有在专利到期之前 而且也没有获得有专利的公司的允许 按照中国的法律 法外矿毒账产 可以把它们送进去 登个几年的混人机 混人机冒样的 它都不一定能出来 但是按照印度的法律 这些人的行为 确实合法的 因为印度的法律里面 他们讲究每条生命都需要得到保护 所以药品的配方 是不受支持产权保护的 但是制作过程不能一样 就好比同样是结果等于四 有专利的公司用三加一算 那么防治药就随便用二加二算 甚至用一加三都不犯法 印度法律 就是老外放屁 有骨子扬气 不过印度制定这条法律的出现 是好的 也正是这条法律之下 有很多人在买不起正版药的那些 靠着这些个防治药国家来来 2002年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尾 在中国的售价一度涨到了2万块钱一瓶 那可是2002年在2万块 那年还没有办过奥运会 中国的物价还是一毛钱 满大家窜的水平 什么样的清安亭 他也经不住这么糟 而到了2013年 因为格列尾在中国的专利期过了 原年药应运而生 也不过售价100多 而中间十几年的红购 恰恰是印度的那些防治药 可以填平的 所以说 印度的这条法律也不完全没用 至少在人们生病 却没有办法的时候 为大家提供了一条圣路 正所谓事项道具有两面性 防治药也同样如此 有能够真正治病救人有功效的 也有使用劣质原料 一点也不符合标准的药 有些还比较良心的上升 虽然会压低成本 但是不至于丧性病狂 该有的药人家还是都有的 这个药该有的骨味 它也不会断绝 只不过他们会把原料粉末 直接压成片进行送卖 那是快准 讲的就是个老司机开车移步到位 至于药物在体内的分解速度 药物采用片转 还得交拿更好吸索 药物的稳定性 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所以这样一整套下来 所涉及到的手艺问题几乎为理 虽然有效成分的含量 和正版药物相差不大 但是这样的药 很容易在运输途中就发生变质 药物变质 对于一个已经生病的人来说 那简直就是头上悬挂着的剑 嗓子里卡着的鱼似 生命值用尽的加速剑 当然这和那些 被金钱蒙蔽了眼睛的人相比 简直就是大物件小物 印度有一些比较大的制药工 早年间就抓出了机会 把业务扩展到了国外 他们大多数都是当年 非洲被艾滋病侵袭的时候 用廉价的药物获得市场的公司 凭借着当年在世界所有国家面前 打响的第一炮 这些制药企业中 有几家还获得了美国药监局的批准 成功进入了美国市场 在这些企业中 有一家叫兰博西 兰博西做的最大最强的那几年 有一位名叫萨库尔的 美国顶尖药企临财 怀着一颗暴教祖窝的心 跳槽来到了这家公司 他来到这家公司的第一步 就是要为公司过去的20年 所生产的药物建立数据库 他带领团队把之前公司提供 给各个国家的药物的数据 进行了收集 之后和这些药物的原始生产数据 进行了对比 这不对比不止到 一对比直接把萨库尔吓一跳 他发现兰博西的数据错误率很高 对于他们印度的自己 数据错误率是100% 就连品质最高的欧美 错误率都有60% 美国药物建局的数据一半都不是假的 那其他国家的就更别提了 那就没有一份真实数据可以参考 萨库尔刚开始 还以为是这些研究的人使会 所以他在公司的第二步 就是把这个调查结果 交给了公司的管事人 希望这件事能得到解决 然后萨库尔就被公司解决掉了 哎呀 兰博西 你是懂得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 然后萨库尔就返回美国了 把这事捅上了美国药物建局的办公主了 之后萨库尔又把这件事 提交到了印度的最高法院 但是很遗憾 最终萨库尔还是败事物了 可见印度这个资本运行 以及黑梦是多么严重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假药 就开始出现这种 两语不器的情况了呢 首先因为法律的允许 印度的这个防制药行业 可以说是蓬勃发展拔地而起 它以低廉的价格和同等的药效 是造福了一些群众的 但是也正是因为 法律为这个事情开了绿洞放行 所以印度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大家全得靠自己的道德去约束自己 现在制作狭药不仅给的超级度 而且自己也不达成出人面 毕竟他们本来就已经是生命的人了 金钱本就是人人都喜欢的东西 印度人他还不讲武德 在绝对的利益面前 能把持得住自己的又有几个人呢 其次就是印度的监管力度 实在是太差了 咱们闭着眼用脚检测干出来的活 都比他们禁忌 对于不合格的药品 随便塞点小钱就开始收卖 他们仿制药也没有强有力的约束 以至于他们的整个行业都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 良好的运作体系 所以现在虽然是特殊时期 还是建议大家听从事 建议大家从正规渠道购买正规药品 不要随便找代购买印度的防治药 因为防治药这个东西 它水太深了 大家很容易把持不住 而且药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毒性 大家还是理性购买的 行了 欢迎收看订阅中的赞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能够给点赞收藏 观众的发展 我们下期观众白夜 再见